你们看就是这个修理厂 我第一次就是在这里上班 今天老板又给我打电话 让我又回到这里来上班 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开修理厂了 所以暂时我不考虑来这里上班 先进去看一看 哎你现在在哪里修车了 好久没有看到你了吗 我现在自己开店了也是在北轮 你来帮我看一下我的车子 你要不要看到我的老板呀 你老板不是在那里干活吗 他太忙了 那里好几个车都等着他修 你先帮我看看我的车吧 玻璃生不起来了 你这个是玻璃生酱器坏了 你听有声音就是不会动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听到了 那我给你拆下来 让我老板给你买一个 这个是我老板的老顾客 以前我在这里上班 我经常给他修车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这么多粉丝 他就经常叫我网红 现在给他把生酱器拆下来 一共有五克螺丝 把五克螺丝都拆掉 叔叔一直在看我的视频 然后把玻璃提高一点 用一把螺丝刀插进去瘪住 这样玻璃就不会下降了 然后把固定在玻璃上的两颗螺丝拆掉 再把玻璃提到最高 还是用螺丝刀瘪住 这样生酱器就可以拿出来了 你们看就是这里坏了 就是这一根钢丝绳断了 师傅换一个生酱器就好了 就是这一根钢丝绳断了 哦那换一个吗 那你修车多久了 快三年了吧 小兰你修车三年了 后悔吗 我后悔 我感觉我又灰又老 那可能是发型的原因吧 你可以去你发店染一个厨房 小兰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黄牛 这个问题我不想修了 这么高的温度应该修不好吧 你要好好想想 你如果不修的话 以后每年都要找人带半年减 要多花钱就不说了 现在你的车动力还差 油耗还高 只要把这个问题修好 不仅年减能过 以后油耗也不会再高了 说的简单 修下不得要几千块钱 这个不一定是发动机的问题 问题找到了 师傅你看一下 推化转换去效率低 这是什么东西换了 这个就是三元催化效果不好了 也有可能是堵住了 现在把养船赶气拆掉 然后插入内窥镜 你快过来看 但这种白色的地方 就是被堵住了 那换一个三元催化需要多少钱 换一个原厂的要三千多 怎么这么贵了 我是你的粉丝 换一个排气管需要三千多 真当自己是大网红啊 你这个不是普通的排气管 你这个是三元催化 里面的金属比黄金还贵 你看到那个奥迪没有 看到了 他那个车旧的三元催化都能卖七八天 算了我不收了 你还是帮我找个黄牛吧 可以清洗的呀 清洗干净就好了 清洗一下要多少钱 有两种清洗方式 一种是加这个三元催化清洗剂 那就用第二种方法 我给你把三元催化拆下来 手动清洗 那只能掉了 现在把车顶起来 开排气管 然后把车放下来 这样排气管就可以拿出来了 然后把铝壳子拿掉 用切割剂把它切开 可以看得出来车主很心疼 但是没有办法 不切开的话都看不到里面 就没法清洗 我来看一下 像这种 还有边上这种都是被堵住了 这个鸡碳都是比较硬的 倒一点三元催化清洗剂软化一下 平时加的汽油质量不好 或者空气中的灰尘比较多 都会造成三元催化堵塞 现在可以开始捅了 我准备了一根钢丝 像这样一个一个的捅进去 这个还挺费时间的吧 这个没有办法哦 只能一个一个的捅 捅得差不多了 就用吹枪吹一下 清洗干净了吗 还可以吧 就是这里坏了一点 还有就是这个边上 这个钢丝捅一次 现在捅的差不多了 现在把它吹干净 然后用电焊焊上 这个是我新买的电焊机 师傅让一下 我要焊电焊了 这个只要把它焊住 不漏气就可以了 师傅说如果没有结婚的话 尽量不要焊电焊 会影响以后生孩子的 焊好了 看起来还可以 用点自然水浇一下 然后把壳子装上 这样都看不出来 曾经被切开过 然后把排气管装上 看一下发动机 还会不会抖 OK了 又有一个人来找我修车了 这时间赶得刚刚好 我让他等我一会儿 因为我这个车 马上就好了 启动试一下 现在发动机也不抖了 问题解决了 以后就不需要 再花钱找黄牛了 行 我明天就请你 捡不够话 我还要找牛 我真的很想来你这上班 工资你给个七千八千都可以 我们这里真的不要人了 还不要人 你看你这里这么多车 你都忙不过来了 忙的时候忙 有时候两三天都没有一个车修 要是一直都这么忙的话 我肯定再找一个人了呀 那不你让我试一下 你先看看我的技术 那你看一下这个油底盒 放出来的 怎么会是白色的 会不会是车主 把水加到发动机里面去了 车主应该不会这么傻 放下来检查一下吧 是该再找一个人了 又有一个车被拖过来了 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车主说听到一声巨响 然后方向盘就特别易 原来是发电机和助力泵的皮带脱掉了 仔细看这个发电机 转动起来弯来弯去的 这个车就先放着吧 先修这一个车 先给他把水加满 看一下水还会不会少 老板你去发动一下 水位开始下降了 现在再给他加满 为什么怎么都加不满呀 你先不要加了 都加到发动机里面去了 机油都到这个位置了 我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这个车就交给我吧 等我修好 我们再谈谈工资 行吧 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七八千我们肯定是给不了这么高的 小兰可以看一下我的车吗 我都等了好久了 好好好 马上到你了 就一个故障灯亮了是吧 对 车灯也不会亮了 还有就是那个 发动起来喇叭的声音特别的大 反正比以前要大 你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就是发电机坏了 帮我换一下那个发电机吧 今天有两个车要换发电机 肯定是来不及了 我让车主明天再过来开车 我先看看这个师傅的技术怎么样 行的话就把它招下来 师傅你是要拆钢盖吗 对啊 我估计它这个车是气钢垫坏了 那我们把它拆下来看一下 一二 慢点 放直板上 把气钢垫拿出来 这个气钢垫看起来也还好 而且这个是铁的 一般都不容易坏 你来看看这里 这个这个这三个都是白色的 这个是黑色的 说明这三个白色的都烧水 我觉得肯定是气钢垫坏了 先放着吧 我等会检查一下是不是水度坏了 老板你觉得我干活怎么样 我们谈一下工资呗 来这里坐一下吧 我把空调先打开 这样会凉快一点 你干活的速度我也看到了 你修车的技术也很不错 但是我们这种小修理厂 真的给不了这么高的工资 我也是看你的视频才过来的 我就是比较喜欢你这里的环境 要不给你四千保底加提升怎么样 提升怎么提 公式费的50% 这样也行 你别按喇叭了 你过不去的 我的车坏了 往前面开一点点也不行吗 我的发动机故障灯亮了 我不敢开 你这不是买的新车吗 对呀 才买了三个月 故障灯就亮了 4s电 让我停在这里 不要动 要不我给你检查一下吧 我是修车的 这个是我的职业资格证 那你带电脑了吗 我的故障灯亮了 需要带电脑才能修 快看一下这是什么 点开看一下 燃油成分不对 你是刚从加油站出来吧 对呀 刚加完油 你这个车是加95号的汽油 它肯定给你加成92号的了 那可能是 那这个还能开吗 短时间开还可以 长时间开的话 发动机机它就会变多 那现在我的车怎么办呢 现在你可以去找加油站 看看他们怎么说 像你这种新车要修的话 也只能去says电梳 行吧 那我去看看 拜拜 都忘记问他收钱了 看到ай了吗 有趣的那种呢 是谁还对了吗 词性能修有什么 跟室性能修有什么 子